Hi everyone, this is PIN 大家好,我是 PIN 老师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陪伴的英文 那这也是很多人常会犯错或是搞不清楚的英文 那到底陪伴呢,是要用 a company 还是 keep somebody company 呢? 那就由 PIN 老师来为大家做讲解咯 首先我们来分清楚这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什么 a company 呢,的意思是陪着某一个人呢,一起去某一个地方 那根据Marian Webster 呢,的字典定义呢,我们看一下 是 to go somewhere with someone 意思呢,就是说你陪着某一个人呢,一起去某一个地方 但是 keep somebody company 就不是这个意思咯 它的意思是,你陪在某一个人的身边,以免他孤单啊,寂寞 所以字典的定义是 to stay with somebody so that they are not alone 有没有看到就像狗狗呢,陪着他的小主人一样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accompany 呢,的用法呢,怎么用 my sister will accompany me to the store 那像这边呢,如果你想要强调是去哪里 那我们会加一个 to 那这边的意思呢,是说我的妹妹啊,等一下呢,会陪我一起去商店 那再来看下一个例子,那这个要小心,千万不要犯这个错 my sister will accompany with me to the store 那这不是不正确的英文 不要受到中文的影响,觉得一起去,所以要加 with 不用哦,直接讲 accompany me 就好了 再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句 her son accompanied her on the trip 意思是,他的儿子呢,陪他去旅行 那这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使用 accompanied 是个过去式,把他的 y 去掉加上 ied 他的过去分词呢,也是 accompanied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keep somebody company 的用法 I will keep you company while you wait for the train 意思是说,当你在等火车的时候呢,我会陪在你身边,以免你孤单 那这边呢,就不太适合说 I will accompany you 虽然他的单字啊,文法都正确 但是他使用的情境不正确 因为你并没有要陪他去哪里啊 你只是在那边陪陪他而已 所以用keep you company 会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用法 那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呢 有帮大家弄清楚了 陪伴的英文是什么 那如果喜欢评老师的粉丝页的话呢 或是老师的分享 请帮我粉丝页按赞 或是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so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